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能够来经济日报科技论坛 跟大家分享我们数位发展部的核心理念 为什么要成立数位发展部呢? 行政院从2017年起就透过DigiPlus方案 构筑坚实的数位环境 到了今天,台湾已经连续两年 并列为世界四大超级创新国 从公共事务的讨论到跨部门协力的行动 台湾也持续累积数位民主的成功经验 无论是2020年的口罩地图 2021年的1922简讯十连制 这些全民防疫的创新就是最好的例子 随着全民共创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 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join.gov.tw发动联署案 另外 连续举办五年 每年选出五个卓越团队的 总统北黑克松 也为数位的公共建设做出许多实质贡献 数以千计的社会创业家 公务同仁 甚至来自数十国的境外团队 都能够对我们的数位发展做出贡献 另外近年来 假讯息的危害相当严重 我们也看到民间的社群 主动投入辟谣 关注资讯操弄 让我们不用下假任何讯息 就可以战胜假讯息的危害 这些经验显示 公务部门跟全民协力 对于政策创新有非常好的效果 不过先前在政府的部门里 我们数位相关的业务事权是分散的 包含经济部 交通部 国发会 NCC 还有行政院 三处等等单位 要推动一些数位政策的时候 内部的协调成本是非常高 要两三个政委 两三个部长 部会首长 才能够来达成 好比像说5G的专网的创新应用 等等的工作事项 因此我们就是要把 本来在部会里面负责数位的业务 但是所属部会本身又不是数位业务为主 的这些单位 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数位部成立的初衷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 看看我们数位部的logo 我们的标志也就是我们的英文缩写 Moda Mo是在D上 D A往上排列 代表数位部不断持续 往上跟大家一起提升 这也是讯号的形状 我们连接群众又接通云端 除了连接者的角色之外 Moda听起来也像是马达 我们期许自己成为台湾数位转型的马达 包含我们资安的定子 产业的转子 都是要连接公民和技术 提升产业和安全 加速全民的社会的数位发展 为台湾实现智慧国家这样子的愿景 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核心理念 叫做全民数位任性 所谓的任性Resilience 指的就是在碰到疫情 天灾等等不利的情况的时候 如同台湾在2003年的SARS之后 建立了指挥中心这样的机制 所以不但是要撑得住 而且打击迅速恢复之后 也必须从中学习转型 来强化自己的体质 全民数位任性包含 社会任性 产业任性 以及应变任性 这三个面向 社会任性指的是全民守望相助 这是我们数位部六个司的工作 我们会透过统筹基础建设 分配通传资源 深化政府服务的应用 以及国际参与 还有多元的资料的创新等等 来强化我们的社会任性 产业任性 也就是当各行各业 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 可以互相分享数位转型的能力 媒合我们的资讯服务业 资安业等等 跟我们的平台经济 跟各行各业的关系 这是我们产业署的工作 最后应变任性 指的是无论攻击来自何方 良好的应变能力 因应的机制 这个就是资通安全署 保卫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跟公务体系的主要工作 要提升行政部门的数位任性 我们目前是聚焦在 强化关键资讯系统 还有我国的基础建设的 运作的任性上 举例来说 我们很多关键民生的系统 我们已经协调这些主管机关 事办 资料备份加密分尺保存 这样子的持续演练 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成功的复原 早受到攻击或灾变的资讯系统 我们也强化政府骨干网络的架构 建构安全高效率的 跨机关资料传输管道 精进我们的电子凭证的基础建设 而且也订定了 公有云服务相关的参考指引 来让所有的政府机关 可以参考和遵循 而在通讯的基础建设方面 我们要建立陆海空无所不在 低延迟的三维通船网络环境 我们看到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虽然基础建设包含行网 故网等等可能被破坏 但是因为乌克兰有非同步轨道卫星的支援 所以就持续保持通讯创通 没有中断 他们也可以随时跟全球的盟友联系 传递正确的讯息对外发声 持续发挥影响力 这个就是数位韧性的展现 为此 我们在新一期 明年后年 两年期的前瞻计划里面 也提出了应变或暂时应用新兴科技 强化通讯网络数位韧性的计划 在紧急状况之下 我们透过这支计划 会对非同步轨道卫星进行概念验证 换句话说 我们会在国内各个县市700个重要的点 以及三个国外的站点 部署地面的卫星接收设备 我们会确保这些非同步轨道卫星 无论是在视频会议 网络电话 直播系统等等 我们应变 栽访 需要用得到的系统 都能够提供高品质的通讯服务 未来 即使我们的海岚受到阻断 我们也可以通过垂直上行的这种传输 维持往全世界的沟通 不但提供我们社会大众 正确必要的应变资讯 保持我们的指挥系统发挥正常能力 更重要的是 现任工作者也可以稳定的将第一手的讯息传递给全世界 在资安方面 除了基本的防护措施 好比像说持续软体更新 落实委外管理的机制 遵守资安管理措施这些基本防护做法之外 我们的资安署会强化政府机关主动防御的架构 推动各个机关逐步导入Zero Trust 就是零信任的网络机制 现在在移动办公的趋势下 同仁可能用各种厂牌的设备 因此设备是否值得信任 包含身份鉴别 设备鉴别 信任判断 这些技术 我们都会从数位部 资安署 产业署自己做起 建立最佳实践的做法 才能够扩大到相关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 更重要的是 资安联防的意识 要落实在每个人身上 每个员工 利害关系人发现 因为这个系统的权限设定可能有资安破口 就要及时的反应 经过修补处理之后 才能够落实我们的资安防护 另外 为了推动供应链的资讯安全 我们的产业署 有一项半导体 以及资通讯供应链的资安关键技术发展计划 明年编列7800万元 我们会成立国际认可的 晶片安全联合检测实验室 这个目标是把我国的测试规范 推向国际 达到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相互承认的工作目标 而随着安全攻击的威胁越来越大 网络安全不只是软体或者韧体 硬体也可能成为攻击面的一部分 相较于软体供应链受到资安攻击的影响 在台湾 我想硬体供应链的攻击也非常的具有破坏性 我们需要尽速的研发符合国际规范 所需要的资安技术跟机制 这项计划为期四年 今年的目标除了刚才提到的 晶片安全联合检测实验室 接受国际认可之外 很重要的是要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跟节省送测费用达成商转的这个目的 检测实验室已经在日前9月15号接牌成立 世界各国都相信台湾晶片制造的品质 以及安全性 所以我们在2012年到2013年的目标 也是让我们的检测实验室 能够通过SESIP Security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IoT Platforms的认证 这样子任何业界有志于晶片安全测试的厂商 才能够在这个晶片的实验场域 以他们实际的情境作为考量 验证程序、技术、人才、环境、设备等等的测试能力 我们想要和业界一起精进测试的规范 测试手法还有检测技术 而且把我们的实证结果回馈给所有这个计划里的其他分项 持续强化 在提供SESIP测试服务的这个实验室 我们的检测结果也要至少一按收到国际承认 而且我们会邀请国内外的厂商来参与本计划 组成的国际工作小组 把我国的测试规范尽快推向国际 在即将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里面 数位贸易相关的内容 这个也是我们数位部的工作 数位贸易指的是 是运用数位科技所进行的包含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活动 好比像说 下载电影播放就是货品 那好比像说提供电子信箱服务 这个是服务 那台美之间会合作 来制定数位贸易相关的规范 来确保线上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加强个资以及隐私的保护 而且推广我们公平竞争的这个概念 此外我们也会合作协力 来强化我们基础建设的韧性和安全性 确保我们有一个安全而且公平的 数位贸易的竞争环境 除了贸易谈判之外 我们也提出通传创新应用计划 希望和全民一起发想 如何透过新兴的低延迟高频宽 这样的通传技术 做出有非常高的社会价值 也就是人民有感 也有产值 而且可以跨境来让国际应用的应用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把社会价值跟产值加起来达到100亿 我们会向民间广征至少100案的构想 打造至少10件的5G相关的应用 而且至少10件人民有感 有高社会应用价值的具体案例 近年来台湾已经透过Open Data开放资料 开启了非常多全民协力的共创应用 例如像中研院跟民间团队 包含老师们合作开发的空气核子专案 就是透过开放民众参与润养 让空气核子遍布全台 把数据公开在 好比说紫报在哪里 或者临时空屋观测网等等 让大家有许多的管道 可以了解实际的空气品质 不用完全依赖环保署的策展 这种主动贡献 共创共好的做法 也成为我们启动Data Altruism 就是数据工艺的出发点 数据公益的基本概念是 个人主动自愿提供资料 在经过处理之后成为运用的时候 无关个资没有个资危险的数据 无偿的允许公益的方面来使用 而愿意无偿提供数据的单位 也可以加入我们数据公益的行列 比起大家熟知的 由政府主动开放的开放资料 数据公益更强调 跨部门的数据持有者的主动性 还有数据运用的公益性 我们赋予非个人化的资料 Non-Personal Data 也就是数据利他贡献的价值 这样子更可以让我们在国际上 建立数位互信的关系 欧盟的执委会今年6月正式开始实行的 数据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 里面核心的内涵就是强调 数据之于整体环境 具有良善目的的应用 如果个人跟数据持有者 可以资源无偿提供的话 是一种利他的一个行为 今年8月我们台湾 健保资料库的案子 经过宪法法庭的要求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多之内 建立独立的各资监督机制 这样在应用数据的时候 就必须有明确可遵循的原则 所以数据部在此的工作 是要确保隐私强化技术 也就是PETS 它真的要能够合规 确保任何应用者 都不能够再还原到各资 无论是欧盟的GDPR 或者美国政府正在研拟联邦级的各资法 未来这样子数据的公益性 势必是要符合国际的标准 在当今国际的情势下 我国是民主阵营信任的伙伴 我们更要积极跟全球的民主盟友 不只在晶片上或硬体供应链上面合作 更要在数据 软体 方方面面都要合作 在软体上面 我们近年推行开放授权的成果上 数位发展部以及产业发展署 自动安全署 会从自身开始实行 Public Code 也就是公共城市 这样的做法 进一步来强化数位任性 Public Code 公共城市 指的 就是 不是只是它的著作权 可以让大家共创再利用的开放圆满 而且呢 也必须要配套的组织跟法规 来让政府机关很容易 来导入这样子的自由软体 之前各个机关各个系统 常常是因为规格比较不一致 或者是私部门的厂商 没有办法看到彼此共通的标准等等 而比较阻碍了互通性 如果碰到问题的话 这样子的互通性不足的情况 也会让应变支援的速度减缓 因此 欧洲自由软体基金会FSAV 就在2017年倡导 公共出资公共城市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主张 由政府来架设的系统城市 城市码完整公开之外 也要提出明确的指引跟导入的方式 我们认为要提升各个机关的数位韧性 我们就可以善用公共城市 和比像说我们的官网 Moda.gov.tw 就是应用分散式的架构来上稿 即使某个部分遭到攻击 我们也可以透过在Web2的Anycast CDN联防机制 或者Web3的IPFS联防机制 来维护系统的安全可用 提到公共城市 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际案例 就是爱沙尼亚、芬兰和冰岛政府 共同维运的X-Road架构 X-Road不是单一的资料库 它是资料交换层上面的公共城市 各国政府运用这个开放的架构 不但可以在本国向申请补助 换发驾照等等的服务上面自由运用 而且也可以作为跨国的资料交换的共通系统 一旦发现问题 也可以立即提出修正 回馈到这个系统当中 让其他单位同步的更新 如此一来 因为资料空间使用方式都是多元一致 所以没有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处理 所造成的风险 即使某个部分遭到攻击 其他节点还在 而且也可以协助联防 从X-Road我们可以看出 公共城市就像跨国的铁路系统 各国共享相同的轨道的规格 颁表 甚至车厢的设计 但是呢 在不同的国境里面的火车站 当然是自己营运 但是只要共通的系统里 碰到任何问题 任何国家有修复 或者开发出新的零件 都可以及时通报给其他国家 分享经验 提升品质 爱沙尼亚政府除了公共城市之外 给我们的另外的重要启示就是全民协力 爱沙尼亚早在1996年 就让每个学校都提供电脑给学生 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开放资料 还是公共城市 因为数位教育全面普及的关系 都变成建立全民数位能力的最好的教材 一旦系统出现任何错误 每一个爱沙尼亚人都有机会随时指认 甚至帮忙解决问题 他们的经验示范出 多元意志和社会任性 缺一不可 资料和系统保持多元 是最全面的准备 人民和政府守望相助 是最缜密的防备 而很多朋友关注的 民主网络思 以及多元宇宙科 就是为此而生 当然数位发展部 没有日常监理的业务 所以多元宇宙科 并不是漫画里面的 时间变异管理局 这个科的存在 是为了让元宇宙之间 可以互通有无 自由开创新的应用 Metaverse 元宇宙 大家知道 是透过ARPR 这样的数位科技 让人透过虚拟的化身 能够在虚拟建构的世界里面 用自己的样貌 出现 跟其他人互动 然而 目前这些互动的场域 往往是一些 大型的跨境的平台所提供 大概在平台里面的互动 跟平台之间的互动的品质 会非常不一样 也无形中限缩了 创新的可能 所以如何把这些 小宇宙之间的管道 廊道 接通呢 我们的生活里 其实处处都已经在实际应用 多元宇宙的做法 手机门号 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但可以跨电信商通话 也可以随时吸码 把原有的手机门号 在不改变门号的情况下 转移到 想要使用的新的电信商 这样的好处是 所有人的选择都变多了 不用崇拜门号 不用重建所有的联络资讯 也可以自由选择 偏好的服务就可以促进公平的竞争 而且上面的资讯没有办法同步更新一样 这样子的限制 让中小企业也好 新创事业也好 都比较难以发展自己的创新 因为所有的账号跟里面的资料 都要经过这些大型的平台许可 也只能容易的分享在单一的平台上 而且呢 控制了这个元宇宙平台里面 所有账号 所有行动 所有资料的这些平台 对于我们的隐私和资安 都带来相当大的挑战 如果想要自由的跟其他人联系互动 不受平台左右 我们可以运用点对点的网络形态 进行端到端的加密方法 也就是只有实际参与的端点 可以看到彼此的讯息 而且互动有很多点对点的同侪来支持 比较不会被篡改拦截或侧路 这个就是多元宇宙的核心概念 让大家能够自由选择不同的管道 安全地建立彼此的连接 在数位世界里 每年每年都有很多潮词 Buzzword 这些技术往往成为舆论的焦点 但我们认为 无论是怎样的技术 都是要来协助传达跟开创 我们的社会价值 而不是要求社会配合年度流行技术 变成只有单一价值 唯一平台的元宇宙 我想我们的数位发展 既不是把资料全部集中 变成数位集权 也不是过度分散 丧失互信的那种个人主义 而是透过点对点 多中心 分散式架构所反映出来的 多元宇宙 来推动反映在地需求 又可以互通的创新应用 凝聚共识也促进民主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数位模式 能够成为所有民主国家的典范 也就是希望未来任何民主阵营的人民 在发展数位相关科技的时候 都可以想到台湾 就像是我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口罩地图 这些数位工具 协助防疫 向全世界展示出 不用封城 也可以度过疫情 这样的可能性 数位部 在推特上面的口号 是 Free the future 代表未来 有无限的可能性 这不但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我们也期许全民 能够共同来继续开创 更多的创意 更多的可能 为台湾 为世界 打造出无限的未来 谢谢大家的聆听 Live long and prosper